整个色彩色调是不搭的 为什么 因为主色调 主色调太少了 图片你没办法修改 没关系 但事实上这几个项目是都可以改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把这几个颜色改掉 改成主色调 好 请问怎么改 当然 我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 请你选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你先点到 这个橙色 点一下 它是选到整个群组 再点一下这个橙色 才算是选到它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吸 就是它的填满颜色 它的图案填满 图案填满 请选择主色调 主色调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要复制格式 贴给这个 但是变成它整个群组起来了 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去选 然后你要填颜色 选到第三个 然后图案填满 第四个图案填满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做法会跟原本的 这边这样子的做法会变成一致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字一定要什么颜色 一定要满一色 而且它好像有加阴影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背景色 这个背景色 你要用 你不可以用这个颜色 你只能用这个颜色 所以填满 填这个颜色 好了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字的颜色 这个字的颜色 你看你要不要重新去复制贴上那一堆字 我是觉得 我是不喜欢那一堆字 可是它只是装饰品 装饰品 也就是到时候 然后真正的面法是面这一堆字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 可是我重点是要讲说 那里面的字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字的颜色应该是它的颜色 所以字形色彩要选择它 但是你会发现因为它字很小 所以建议 建议是把这个字的颜色改成黑色 因为它太接近 太接近好像浅浅的浮水印 那还不如就放个黑色 然后重点是 这个点点点 不要忘记了 它只能设定什么颜色 就是阻塞掉 好了 我想要请你们了解一下 从原本的都是字 然后接下来它变成这样子精简的文字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还是希望看到一个图解释 所以是不是就看到它长这个样子 你现在去看整体性 你并不会觉得这一章很突兀 我再重新把原本长的样子抠过来 你就会发现真的原本 原本这一章是很突兀的 复制 贴到 贴上 可以吗 本来是长这个样子 现在长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感觉它没有像这一张这种突兀 可以了解吗 因为这一张的色调跟这一张色调完全不一样 我先把它删掉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你记得 你记得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 来去说 就是 去创新 做这些创新 记得去年再教图解释简报 我也是教你们怎么用就可以了 所以怎么用 其实就是把人家这边做好的 把人家这边做好的 图解释的方式改一下 改成我们自己的字 举例来说 假设这边我们的产品 我们介绍那个什么什么的测验 然后在这个地方 假设你要介绍那个报名表怎么填写 所以这边假设你有三个项目是填写的方式 你就可以用这一张头一片 但是你要去把这个图片改掉 然后这些字的颜色 底色改掉 字的颜色改掉 底色改掉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那这个内容去年的图解释简报就交过了 所以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谈的重点 我今天要谈的重点是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这样做完一份简报的时候 那个整体性 除了专业 还有这个色彩的使用 是不是都变成一致性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今天我们上课的重点 是 是